大家好 我是广志 谢谢 谢谢 看得出来今天打扮得特别的帅 也是没有办法 因为自从那个男人来了之后 也是被迫走向了帅哥的路线 其实今天能站在走牛赛的舞台上 我觉得自己特别的幸运 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之前的工作 我之前是在那个流水线上工作 还有我们厂是一个小厂 只有一百多人 很多人说这也不小呀 我说我们造汽车 就是一百多人造汽车 就基本上就是每个工序 就只够分配一个人的 就只要有一个人生病了 整条流水线就得瘫痪 就离开谁都不行 这也是我当时最喜欢 这份工作的一个原因 就大家的地位都是平等的 就每一个人在团队里面都是核心 一百多人在车间里面 谁也不服 一百多人在车间里面都是横着走 根本走不开 然后那会儿我们车间里面是没有女工的 就全是男的 你一眼望过去 全是制胜同款斜刘海那种 唯一的女性呢 就是统计我们工资的那个女会计 所以每次那个女会计来发工资的时候 我们都特别的激动 就感觉双喜临门 有时候为了能跟她说句话呢 我会故意找茬 我说你等一下 我的工资是不是发多了呀 后来一看 真多发了五百块钱 那是我讲到我修之前 第一次说话这么值钱 我当时就觉得 谈恋爱好费钱呀 啦